天气热了就特别没胃口 今天给自己做了一份清爽解腻的韩式乔麦冷面 好吃又不长肉,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先来处理一下配菜 把番茄切片,黄瓜切丝 记得一定要加一些苹果,真的特别好吃 接着按照我屏幕上列出的调料比例来调个汤底 雪碧我大概用了500毫升瓶装的三分之一瓶 再倒入凉白开调匀,汤底就做好了 接下来进入完全没有难度的煮面环节 煮好的乔麦面记得要过一下凉水 这样吃起来才更劲道 将乔麦面装入调料碗里,再放入多多的冰块 冷面嘛,一定要冰冰的才更好吃 最后在面条上放上刚才处理好的食材 我还放了卤牛肉泡菜和溏心蛋 再撒点白芝麻就可以开吃了 夏天吃上这么一碗冷面真的太幸福了 你们一定要试试看哦 自制水果干健康无添加小零食 完美保留水果的颜色和营养 还可以用来泡花果茶 酸甜清香的味道真的太适合夏天了 任何水果都可以清洗干净切成薄片 整齐的摆放在烘干机的烤盘上 把每层烤盘叠加起来 一次性可以多做一些 这样更加省便 烘干机调70度8小时左右 装进密封罐里可以保存很久 配上自制牛肉干 完美下午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续点了三次炸鸡外卖后 赵师傅终于出手了 做了蒜香酱油和蜂蜜芥末两种口味 完胜万别卖的 先来泡个牛奶浴 这样做出来的炸鸡会保质 然后调一个蒜香酱油的酱汁 是我每次必点的口味 过滤出牛奶 给鸡翅和脚鸡腿裹上一层糊糊 要注意粘稠度 太稀会裹不住的 然后再裹上一层炸鸡粉 没有的话用左边字幕上的调料调配 油温6成热 先下锅炸5-6分钟 定型后再翻拌一下 防止粘到一起 油温升高再复炸30秒会更加酥脆 切皮鳞片太棒了 熬酱汁要用小火 加热到微帽泡变浓稠就可以关火了 让炸鸡裹满浓郁的酱汁 多余的我用来炒了年糕条 蜂蜜芡口味直接挤上酱就OK了 搞文沙拉来减少一下负罪感 小姐妹的聚餐简直 我们家囤了很多吐司当早餐 那这款吐司杯真的要学一学了 切掉边边然后滚平 太简单了都不用动了 哎 我那完 再来再来 早餐要着落了